棋摩头这盘棋开局就出怪招 可惜啊,他的对手是王铁锤 结果被杀了个稀碎 我们来看这盘精彩实战 铁锤呢,当头炮 黑棋把马跳 红棋上马之后 黑棋啊,直接选择了一手高横距 红棋上马 黑棋横距过攻 红到出局之后 黑棋选择了一手炮八退一 黑棋起横距之后啊 再退炮 或者说先退炮再高横距 这个在 棋谱里面呢,叫做规备炮 不过常见的规备炮啊 就是距高一之后啊 直接退炮,以后把炮平到边线 这个是先横的距 然后呢,再退的炮 稍有不同 同棋选择兵棋进一 红棋除了走兵棋进一 也有走炮八瓶酒 或者说炮八金二 一样和十八打的招法 黑棋呢,还架中炮 走得很积极 黑棋呢,高距 以后啊,准备给你对局 顺势上马 黑棋呢,选择点进来 红棋对局的时候啊 他选择了一手平局压马 那红棋呢,退局保住 红棋呢,退到视角保住马 以后呢,可以啊,退炮打局 有一种大桥若拙的味道在里面 黑棋呢,选择了一手炮二平六 黑棋这招平炮应该说是一部软手 可以考虑走一手啊,足齐进一 活通自己的马路,可攻可守 那你下一招你准备进炮串打了 那红棋呢,就炮物退一 以后啊,平炮打局 黑棋这时候选择上马 红棋呢,平炮一打 黑棋呢,没位置 只能是捉一下炮 那红棋呢,顺势上马 由于黑棋这个平炮应付不当 让红棋这手拘六退二啊 就起到了鬼手的作用 现在红马跳出去之后 埋伏着一个兵器进一 还有一个进马 吃这个马的手段 那这个黑棋啊,应该说 吃亏就比较多了 黑棋选择了一手足武进一 将中路突破 那红棋呢,就兵器进一 黑棋退居 红棋呢,进马 踩住别腿马 黑棋上马连环 红棋呢,过兵 黑棋高炮来打 而且呢,抵住你的马腿 红棋呢,选择平兵 黑棋呢,给他打掉 你要是吃炮 那人家吃炮 红棋呢,就选择了先出去 保住 那黑棋呢 在这里啊 这个 吃着炮 他呢 选择了一手啊 炮武平二 先打一下 走一个这样的过门 让你重炮来打军 然后啊 他再来重炮打军 这样呢,达到一个对子的目的 也是煞费苦心 红棋呢 给他打掉 那黑棋呢 给他打掉 红棋走得很紧凑 在平炮攻马 黑棋呢 高拘保住 他高拘保住之后 红棋呢 再进炮 把他拘马呢 隔断 现在呀 二打一 黑棋呢 只能选择了一个退马来对桌 那红棋呢 在这里啊 又走出一步紧凑的手段 捉炮 就问你怎么办 你现在 你要是用鞠吃炮 那他鞠吃炮 吃着马 吃着炮 踩着马 这个吃着一群 你要是用马吃 那他炮打马 打着你一群 打着你的鞠 你鞠走 要吃你的马 你马一走 要吃你的炮 又是吃着一群 要得子 黑棋呢 无奈 他选择了一手 平炮 想这样 这样来交换 你踩掉马 那他就吃掉你的炮 那红棋呢 在这里啊 他不选择交换 选择 出马卧槽 那黑棋呢 选择 平鞠吃炮 这个红棋啊 这两步啊 禁鞠还有禁马 走的呀 是非常凶残 现在呀 黑棋吃炮 就遭到连续的攻击 但是他要是走一手 马四进二 那人家禁马一将 你上老将 人家把马一打 这个棋呢 也是红棋大优 红棋现在握一将 这棋只能上老将 红棋呢 不着急来吃你这个鞠 他呀 先平炮 要一部杀 黑棋呢 选择上马 红棋呢 浸泡一将 这是个马后炮 黑棋只能垫马 红棋呢 这个时候不可能来吃鞠 吃鞠丢子 他过来吃马 这样吃马一将 这是一个连杀 黑棋呀 只能送了 送 红棋呢 他一吃 黑棋怎么办 马踩不动 这个 你要是垫个像 那他以后还是有平鞠 过来捉你马的这个手段 他呀 选择了一手对鞠 那红棋在这里呀 他没有再过来捉马了 他看到啊 这个棋呀 有便宜了 他选择回一将 那这是个双将 只能下了将 然后啊 再吃鞠一将 黑棋只能飞掉 这个吃完鞠之后 对完鞠 不变马腿了 哎 把炮一吃 红棋通过这一段 一系列的攻杀 至此呢 白吃一子 可以说是锁定胜局了 黑棋这个马呢 赶快穿攻而上 那红棋呢 就挺兵活马 消除这个阵型上啊 最后一个弱点 黑棋呢 就选择了一手对足 你不对足 人家马跳 你踩你白吃你 那红棋给他吃掉 黑棋呢 飞个高相 红棋呢 参其炮归家 退炮 那黑棋一看 你这个炮回家了 那我也拼个炮 他也准备把炮回去 那红棋呢 上马拦住 不给他 这个炮回防的这个机会 黑棋呢 在这里 无子可动 选择了 进边族 那红棋呢 平炮 打一下马 黑棋这个马上了之后 以后这个中族失手 他选择了一手捕士 那红棋呢 走得也很简明 虽然说我就 只剩一门炮了 那我这个炮也给你对了 简化 好控制 现在呀 虽然是留的两个笨马 但是呢 毕竟多一个大子啊 红棋呢 再来一手 回马金枪 踩你的中族 那这个中族呢 就保不住了 黑棋退炮 红棋呢 给他踩掉 现在呀 还踩着士 黑棋呢 就选择了一手平中炮 牵制 那红棋呢 飞个象 飞个象之后 那这个中马呢 就可以解放了 现在要踩你的士 你士又连不起来 黑棋呢 就高炮 抵住 那红棋呢 再次退马 回马金枪 以退为进 踩住你的象 那象棋 象棋 没有象 还下什么棋呢 飞个象 连路 红棋呢 他也并没有这个 选择这个 进马 卡住这个象眼 来踩这个象 其实他也可以考虑 进马 卡住象眼踩象 你要落回去 这个卧尾江 照样踩你的象 他呀 选择了 进马 要 踩你的士 那黑棋呢 又制一首士 红棋呢 又选择了一首 马斯金二 马斯金二 要踩你的足 那这样 你这个足也保不住 以后这个足也保不住 红棋呢 多一个大子 还多三个兵 那这还咋玩啊 黑棋也只好 投资认负了 这也不应该 这也不应该 对 感谢观看